我们结婚三年 他不仅不关心我 也不关心孩子 总是拿工作当借口 忽略家庭 我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 他经常用筹到很晚才回家 他工作回家就知道玩手机 也不照顾孩子 他的自以为是 让我没法再相信他了 家里是我负责赚钱 白天一直工作 晚上就想好好的休息 但他经常无理取闹 动不动就摔东西 有时候还咬我 还经常说一些打击我的话 我一直为这个家努力 但他就是不理解我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小刘 34岁来自辽宁个体 女嘉宾小鲁 31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三年多了 三年多 有娃吗 有个两岁的 男娃 女娃 女娃 你觉得日子过得怎么样 还算美满 这个男人眼中的美满 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妻子觉得不行 对吧 主要是我感觉我老公 他婚前婚后的变化太大了 像他婚前对我无微不至的 冬天天冷了 然后他会主动提前下楼 把车暖好了 然后把什么座椅加热全开开 什么时候车里暖和了 他什么时候才让我下楼 多一步路他都不会让我走 现在就是因为结完婚有孩子 我工作之前也不干了 然后现在没事呢 我就去自己摆了个摊 我现在孩子也大了 我没事可以挣点零花钱 然后让他在闲着的时候 接接我送送我帮帮我 他就是各种不愿意 听明白了 今天是一寻人启事 寻找以前的老公 理解对了吗 对对对 为什么呀 其实也不是 他这一出摊吧 本来挣了多少钱 我觉得我自己挣钱就够了 然后我说 我说你把精力都放在孩子上 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嘛 然后他这一出摊吧 把我带动了 把我妈也带动了 就大家都要去帮这个 就是忙好多事情 我一共就麻烦他们过一次 然后他跟我不乐意了 然后我就之后再也不用了 然后他还这么说我 我就觉得吧 主要是他有时候摆摊 你不知道 他们闺蜜两个人 有一天吧 我就觉得那天不怎么好 我说别去了 要不今天 去吧去吧 去了可能就挣了几十块钱 然后闺蜜照顾其他摊位 吃了一百多 我觉得这还赔点钱 我觉得没必要 真的有时候 你知道吗 你天天说我不靠谱 但是我是在努力 对不对 是不是就那么一天不好 我不靠谱 你靠谱吗 结婚之前 本来我们是开个店的 然后是卖车的 然后他天天又印传单 又印名片 他说媳妇你放心吧 我天天我出去努力 我出去插卡 然后我出去 然后去给人发传单 然后我好好挣钱 结果呢 那传单还有名片 印了全卖废纸了 一个没往外发 不能用的才卖废纸 那你发了吗 因为你没发出去 所以才卖废纸了 对吗 如果你全发的话 那就不用卖了呀 不是 他那时候 我们那边这个平台 主要是线上了电商 然后就是好多的 就是要去回访 就有好多的电商 行了 你印名片 不就是为了往外发吗 对吗 你不发 你印他干什么呀 我个人精力是有限的 我不能说是天天 因为我也要去维护 好多受闲 受候的客户 然后所以说就是 就是可能没有精力 去发名片 你就是懒 在超市门口弄了个展位 弄展位就弄吧 你好好去 咱行 咱为了线下引流 你去吗 直接扔给实习生了 卖了好几个月 一台车没卖出去 对吗 这个属于就是用人的疏忽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做 就是我就是一个人 主要是 我跑不过来有时候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就是 他这个去找一些车的话 需要去很远的地方 咱结果论吧 结果论吧 公司管理结果论吧 效益怎么样吗 干黄了 就是完事了之后 然后还上商场 你说超市干黄了不算 还上商场了 也就是走个车位 然后展车 展车他跟别人两个人合伙 然后别人90点 然后商场开门就去 他呢 你问他几点去的 九点商场没有人 全是保洁和一些打索卫生的 那人都没去呢 你几点去的呀 我过了一会才去了 他两点下午去的 五点就走了